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菩提心观世间情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讲到不战乱追 串绿插脱 那么这都是形容说明 那个骑车九孤啊 这个房屋很久了破坏了 而且这个房屋盖的是茅草 墙壁嘛是用泥巴的去涂起来的 所以当然坏的就更坏了 说明我们这个众生三界论的众生所住的这个五周沃斯 这个三界实在是不够理想 那么应当要赶快求超出这个三界 所以说明这个世间的这个苦况 那么用种种的方式来表达 接下来就说 周沾区区 杂味冲边 这是宋嘉哲的最后两句话 周就是整个房子的周围呢 那些凡是有障碧的地方 弯弯区区 不整齐了 显示这个房子做的并不好啊 周围这这样的这个地方啊 都是弯弯区区 区区就是弯区了 弯弯区区 很不整齐 显示这个房屋啊 不整齐 杂味冲边 很复杂的这个脏东西 好像垃圾堆 那些垃圾很多 卫物很多 充满 变于整个房屋之内 这个杂味冲边啊 正是解释前面 那个儿伏顿壁 就是说明 这个三件里面 安顿放置了好多这个杂味 杂味就是壁 不好的东西 安顿放置了好多好多 这个很复杂 很乱 很不好 很脏的东西 充满便于整个三件之内 这个房子之内 处处都是 所以叫做杂味冲边 这一段文 上面是 只是顺那个文字做解释 解释文字而已 有它的用意 除掉说明 这个三件无安的情况之外啊 同时可以把这一段文 来比方我们人生的 情况 也是跟这个世间 加折的情况相同的 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啊 叫做小权昏 小天地 配合 世间的这个天地变化 四十八件 都能够配合 那么因此把这一段文 就把它用观心的道理啊 来再加以说明 我们众生 现前当下一念的 这个五愿身心 如果约他的本性 本体 指这个真如自信 那是数从三计 横辨十方 如果以真心离题来论啊 这个价值就够大了 所以叫做有一大贼 那么因为我们的自信 本来是数从三计 横辨十方的 但是我们因为有无始以来 有无明啊 无明暗必 那么就转成这个破坏不好的 这个房山了 就变成其者九孤 其者九孤啊 就说明我们众生无量 进来 念念无常天边 迷情很恶劣 而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也装了很多脏东西 所以儿子顿壁 壁是不干净的东西 壁壕 顿时安置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内部那个五脏六肤啊 哪有一样干净的东西啊 我们平常要洗洗干净 可是无论你怎么洗啊 都是不会干净的 因为本来这个身体 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观神不禁啊 那么里面都放置了 很多五脏六肤啊 大小便利等等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儿子顿壁 而这个糖 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 这个福 八度 色 比我们身体的背 人 有福 有背 显示 有糖 有色 就成为这么一个身体啊 有福 才能装很多里面的东西啊 呃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很快坏掉的 所以高危 呃 高危就显示这个身体 所以生命无常啊 无常啊 无常随时都会来临 呃 我们这个身体有命根才能保持啊 呃 命根没有了 这个房子也就要倒了 退休啊 退休啊 显示这个身体的啊 无常变化很快 等到老了 行不隆重啊 啊 这个脊不违间啊 脚是不离了 啊 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离了 所以住该回休了 梁动前邪 梁动啊 就是比我们人生的肌骨 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肌骨 没有这个背骨 龙骨的话 这个身体就不能建立啊 啊 纵然有糖色也建立不起来啊 所以把这个骨头啊 比如说梁动啊 即背骨 比如说梁动啊 呃 梁动前邪 到老了就要前邪了 哦 年轻的时候蛮正确的啊 站在很端正 可是等到老了啊 啊 就是好像是陶贝啊 哦 陶贝了 那就是前邪了 梁动就要前邪了 哦 呃 鸡臂 就是直的这个身体的下部 身体的下部分了啊 呃 这个下部分呢 就是大腿 呃 那么慢慢都会腿坏了 年纪大了 呃 身体不灵光 走路不方便 呃 都是呃 毁坏的这个 呃 毁坏之间的 慢慢都有 造到坏楼了 墙壁 比这个皮肤 我们人生的啊 外皮 内肤啊 呃 这个皮肤跟肉类啊 呃 比作墙壁 呃 等到年纪大了 它就会归裂了啊 呃 会这个 鸡皮 头发了啊 呃 那么那就是所谓 呃 毕车的情况 毕差啊 强调 毕差 特强啊 呃 泥土磁了 呃 这个身体是泥巴的 你们相信不相信啊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泥巴的 泥土的啊 这个既然是泥巴土的呀 呃 就指这个身体的皮肤的颜色 呃 慢慢松弛了 老了 鸡皮啊 呃 呃 皮肤都松弛了 呃 向下降落了 就显示这个身体啊 慢慢都去向交易饭街了 呃 都要坏掉了 扶沾乱嘴 沾 盖在上面的 这是比什么呢 比头发 比头发 呃 出家人都要露顶了 就住在这个露地下 呃 那么所以出家人的这个扶沾都去掉了 呃 呃 在家居士都还有带着带着头发 那个头发跟那个茅草还不是一样吗 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带着茅草的这个这个屋顶啊 大家都有啊 出家人都把它去掉了 服装乱坠 上了年龄那头发都要掉了 慢慢掉光了 呃 就是等于串铃 就是等于串铃 参叉脱落 哦 等到年级大了 牙齿坏了 哦 颜罗王写信了 哦 那么这个头发掉一条 也是一封信 牙齿脱一根 也是一封信 哦 颜罗王写的信蛮多了 哦 你们各位有没有啊 我好几个了 哦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就是显示这个人老的现象 啊 这个上导大师所说的 渐渐鸡皮合发 呃 看看形不隆重 呃 那么就是老的现象就是如此 呃 周长区区 指这个全身周围 内部所藏的东西弯弯区区的 呃 那身体内部所藏的弯弯区区是什么呢 大灯啊 射灯啊 哦 那个肠啊不是弯弯区区吗 射个肠拿着拿尺的 呃 都是弯弯区区 肚子里面装的那个肠啊 小肠大肠都是弯弯区区 所以叫做周长区区 呃 那么区区里面都是装的不净的东西 杂味冲编 呃 肠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你们想想 呃 那都是杂味 很肮脏 很杂味 呃 充满身体 变满全体 到处读吃 外表装的再好看了 只是发屏而已啊 可是里面装的都是脏东西 有什么好看了 所以人生呢 就是不净 呃 一向是不净的东西 可是一向认为很净 呃 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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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呢 听到这里他会高兴的 他说我还没到 这些我都还没有 啊 呃 很快就知道了 很快就到了 那么这个光阴如白句子过期 很快就过去了 呃 那么很快就到这个老的现象 很可怕的 呃 两句话就送五百人 说上上面那个很败坏的房子啊 啊 里面有五百个人住在里面 这个五百人就是五道了 五道众生了 天来人了 地二回处生了 欧修罗变在五道里面了 那么这五道里面的众生就有三身根性 所以说这个三十字就包含在里面 三十字就包含在这个五百人当中啊 呃 唯有一门就包含在前面的家贼里面 有家贼必定有门的 所以 虽然没有说啊 呃 包含在里面的 下面呢 第四段 宋总比的第四段 宋活旗 周围啊 苦活在烧 这个房屋周围苦活在烧 很可怕 这个宋活旗的文字就很广了 是个广宋 而且是义宋 也是补宋 补助前面从长文里面没有的 现在都一一把它补助 啊 就是有很多事情啊 用这个动物类的这个 呃 形体 呃 表达 这个 这个三件类的这个呃 避恶的情况 这就所谓遁避了 啊 安顿这些避恶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因此这个宋活旗的文字下面文字很长很多 奉为四段 啊 第一 宋地上是比欲间 第二 宋血中是比色间 第三 宋血外是比武色间 第四 总结 重难回忆 后边的经文 很不好懂 哎 那些呃 名将啊 好多都是秦瑞啊 受瑞的名目 那么都是借这些名目啊 来比方 呃 比方这个众生的烦恼 呃 指我们三件类的众生 有五顿时 五力时的烦恼啊 就借那些 秦瑞啊 受瑞 来比方 显示我们众生具备这个 呃 利顿诸时的烦恼的情况 或者有人会问 经文既然是比喻啊 比喻评就是已经用了比喻了 为什么现在的比喻中又在比 比而又比呢 为什么说了那么多比 这个用意在哪里呢 呃 应当要知道 这要显示众生的这个 这个利顿诸时的烦恼特性啊 如果没有这些动物来表达啊 很难显示出我们这个 迷失凡夫的 呃 烦恼的情况 呃 所以借这些明堂啊 来显示 使众生知道 我们这个五顿时 五力时的烦恼可怕 还有一点的意思啊 平常有两句话说 众生为国 菩萨为因 为是怕为的为 怕了 哦 众生是吃到苦国的时候 他就怕了 呃 可是等到苦国现前了 才怕呀 来不及了 太吃了 吃其目击了 呃 呃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早知道今天这么苦恼 就不该有当初造的业 可是造业的时候都不知道 等到今天是苦爆了 才想到 哦 真苦啊 我知道这么苦 我当时就不该这样做 可是在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六道反复啊 为国 苦爆现前了才知道 就都怕为 可是太吃了 菩萨不是的 菩萨为因 菩萨为因 他怕造恶因 这个恶因种下去 将来要出苦国 他就怕因 所以他不会种恶因 我们众生就是 恶因种下去了 根本不怕 受苦国了 才怕 怕太吃了 那么因此 经文里面就借这些动物啊 来显示众生的苦国 啊 说你们这样子造 贪生这种恶业啊 将来受的苦爆 就不得了的 啊 因此要众生啊 啊 知苦断极 啊 所以借这些动物类啊 来显示众生的烦恼特性 啊 那么你不能造业 造业将来受的苦爆 就严重了 要众生啊 不要单知苦国而怕 要在 吐因的时候 就要注意啊 不要造乌因 所以啊 要众生 也学菩萨道 要畏因 不要畏国 所以说 这许多的名乡啊 来解释这个道理 现在啊 先说 送地上是比欲见 比方这个欲见 众生啊 有五顿时 五力时的苦恼的情况 文字很清楚 很多 那么分四段 第一 明手烧之类 第二 明火起之游 第三 正明火起之事 第四 明被烧之相 啊 送地上是比欲见 有这四段 有这四段的意义 啊 我们就按照下面的这个文字啊 啊 一一来做解释 先说 呃 明手烧之类 在欲见里面啊 众生被苦活 手烧的种类 啊 而众生有些什么苦恼呢 啊 什么业因会造成现在欲见的苦恼 那么现在就借这个 呃 不是我们众生有贪生吃的这个五顿时的烦恼的情况 这里用八种鸟啊 来比众生的慢时 比慢 呃 呃 经文里面 呃 呃 消 雕 旧 呜 呜 旧 鸽 鸽 这八个鸟啊 秦瑞 八个鸟 就比众生的五顿时 呃 按照五一时的这个众生的新手法说 呃 新王新手里面的分辨 新手法里面 根本烦恼 贪生吃慢以的那个慢 呃 随烦恼里面有胶 胶 随烦恼的小水有胶 呃 所以叫做七慢八胶 按照 法法文句呀 他是用胶式慢 呃 就借这个随烦恼的胶啊 来解释众生的慢心 所以下面的八种鸟 就比这个八种胶 呃 以八种胶 来解释这个众生的七种慢 慢心 供高五慢的慢的根本烦恼 呃 借随烦恼的胶啊 解释根本烦恼的慢 第一个词 呃 词这个鸟啊 呃 也叫做修柳啊 持修 修柳 持 修 修柳 同类的鸟 但是大小不一样 样子少少有不同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个猫头鹰 猫头鹰 啊 如果住在都市里面的人恐怕比较难知道 如果住山的人就知道了 啊 山上有这个猫 猫头鹰 跟这个 他这个脸啊 头啊 头跟猫要差不多像是 就是嘴巴是尿 尿的嘴巴 呃 呃 看起来很可怕 呃 那个样子很像一个猫 呃 呃 他是晚上出来 白天啊 看不到的 呃 白天呢 坐不见太山 白天山很大 他也看不到 呃 晚上啊 他是明察秋好的 呃 所以他晚上就跑出来了 看得很清楚 这是吃 这种鸟啊 这个鸟很噩 很凶啊 叫的声音也很可怕 呃 我在这边来 到南部来二十几年了 很少听到这个猫头鹰叫的声音 从前在尸头山啊 经常能够听到的 呃 那么尤其在晚上啊 他就跑出来啊 在人家的房屋周围啊 在哪里乱叫 听起来真可怕 呃 那么这种鸟 比什么呢 它是比这个 呃 呃 所谓 肾壮焦 焦啊 呃 这种鸟 它很 很壮 身体很健壮 所以比一些人呢 身体很健壮的人 就是身体骄傲的心 呃 现代人很喜欢说 呃 值得骄傲啊 呃 他身体很健康 值得骄傲啊 哦 就这 就这类啊 这是比肾壮焦 身体很健壮 呃 好像这个持鸟 焦 销 第二个鸟 销 呃 这个鸟是很坏的 五腻的鸟 呃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大了 他就吃他的妈妈 吃他的爸爸 呃 呃 吃不吃母的这种五腻鸟 是不肖鸟 很坏的 呃 所以这种鸟啊 就比作性骄 他高贵的性啊 生起骄傲 呃 那么这种鸟 他长大了 吃他的母亲 呃 是一个很坏的鸟 呃 也叫做琉璃 有些地方解释这个小才是夜猫 呃 不过这个夜猫 跟这个猫头鹰不一样的 呃 呃 说他好像这个夜猫 因为他长了 长大之后啊 反过来要吃他的母亲 以小邻鸟 呃 那么 以文句说 这是比性骄 呃 不过用骄士慢啊 总觉得还有各一层 转过大弯 呃 那么 有些注解啊 他就把这些动物直接解释为慢 也很有道理 所以 他用这个词啊 比作慢心 普通人都有这种慢心啊 就好像词这个一列借几胜 呃 那么实际上自己不如人家说我比人家好 那种心情普通人都有的 呃 那么用骄啊 他比这个慢过慢 最严重的 因为他反过来吃他母亲呢 那是最慢 最严重的慢 所以用这个骄 比这个慢过慢 呃 第三个鸟 鸟 这个鸟啊 这种鸟也叫做鸟鳩 也叫做直鸟 呃 他的身体 并不算大 但是他要吃他的鸟鸟 很可怕的一种坏鸟 呃 那么因此他直至有我而不知不知道有别人 呃 那么因此就比这个我慢 呃 比我慢 呃 文句里面就比作腹胶 腹有的腹 呃 腹有就胶慢了 呃 比作腹胶 那么有我就有慢心 有我就有慢心 自然的现象 有我们 凡夫有我 不定就有慢 呃 其实旧 旧啊 呃 就是那个灵旧山的那个旧 呃 的旧鸟 旧鸟 他住在山上自由自在的来去 所以比作自在胶 在胶里面比作自在胶 呃 所以他虽然自在啊 实际上他并 所有的造作啊 并不理想的 他专吃死尸 旧鸟啊 是人死掉的那个死尸 呃 还有也是动物的死尸 所以他吃的是不正确的 因此呃 如果越慢来比方呢 就比作邪慢 越胶来说是自在胶 因为他吃的都是 呃 死掉的东西啊 实际上是很不维生 他认为好吃 这是不正确 所以把他比作邪慢 这是第四旧鸟 第五个鸟啊 呜 呜就是乌鸦了 天下乌鸦一样黑 呃 乌鸦有没有白的 有哦 哦真的乌鸦有白的 我也看过乌鸦白的 不过是很特殊的 呃 天下乌鸦一样黑的 这个白的是特殊的 呃 不正常的 呜跟鸭不一样 呃 是同科的鸟 但是不一样 呃 哪一点不一样啊 呜 呜啊 会反腐的 呜 呜 不有反腐之意 呃 这个乌这种鸟啊 它的嘴啊 那个捉的那个嘴啊 等到老了 它就会往里弯 往里勾进去 弯进去 那么这个老乌啊 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而他的儿子啊 小乌啊 他会捡吃的东西啊 来喂他的妈妈 喂他的妈妈 他嘴张开来 因为他自己 没有办法弄吃的东西啊 他已经往里弯了 他张开来 他的儿子啊 这小乌啊 呃 用嘴巴含着这个 呃 虫啊 就往他这个弯 张开的地方 送进去 给他吃 所以呃 平常说 鸭有反腐 实际上不是 不是鸭 是乌 乌才有反腐 呃 反过来照顾他的母亲 就是笑鸟 有笑的鸟啊 呃 所以平常有这么两句话吗 呃 鸭有反腐之意啊 鸭有鬼 呃 贵奴之恩 小羊 鸭吃奶啊 贵着吃他的妈妈的奶 贵着吃的 呃 所以这个羊吃奶是贵着 所以这个乌是有笑之鸟啊 鸭不会反腐 乌跟鸭不同的地方 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 鸭不反腐 呃 乌会反腐 呃 呃 他妈妈老了 不能吃东西 呃 他儿子会拢东西给他吃 养他到死 鸭就不会了 鸭为什么不会呢 鸭的嘴巴老了 他不会往里玩 他不会往里玩 不比他的儿子反腐的 所以这个乌跟鸭呀 不一样 呃 天鸭乌鸭一样黑 但是乌是乌鸭是鸭 我感官 好像鸡跟鸭 呃 不一样 那么这两种鸟不一样 像这里只是说乌 呃 呃 我比方什么呢 因为它很雌星啊 呃 是一种慈悲的鸟啊 呃 他这个有慈悲的心啊 他能够照顾他的母亲 是个笑的鸟 所以在胶里面呢 比如说寿命胶 寿命胶 呜呜呜的年岁比较长啊 呃 活得比较久的时间呢 就比这个寿命胶 寿命胶就是人到老了 年纪大了 他有他老的胶 人老的胶啊 就是有老好卖了 一老卖老了 呃 年轻人就卖不了了 老人就卖得了 呃 老人可以以老卖老 比如说老人呢 七八十岁八十八九十岁的老人 看到年轻小货子啊 他就会跟他说 你们懂得什么 我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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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来 他就教了 这就寿命教 嗯 我过的桥啊 比你走的路还多 我吃的盐啊 比你吃的米还多 呃 这就是寿命教 呃 年老了 这就可以教起来 呃 呃 恐怕现在老人也不懂得讲这个话吧 呃 慢慢都不会讲了 教也教不起来了 呃 不过换个方法教教也可以 呃 总之年老了 他有说明教 呃 就是我总是老的 你们是年轻的 呃 凡事要好 须问三老 呃 凡事要好是 你要把事情做好 要问三老 呃 为什么问三老啊 他们经验多啊 他的经验多 是根据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啊 不是叫你一定要跟他学 所以这个老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呃 那么 老了有寿命教 呃 所以 呃 呃 乌鸦的乌 比作寿命教 如果是慢来说呢 比这个过慢 过慢 呃 用好的 用好的比坏的 呃 越慢说 无比过慢 呃 越教说 无比寿命教 第六个鸟 给他做 给他做 给他做窝 为什么 认为这是吉祥鸟 呃 呃 如果以慢 如果以慢来说呢 人说可许的,人以为它是可许的,所以并没有正道圣果的,以为它是正果的,所以叫做正商门,用许识来比正商门,如果在交方面,就是交门 第七,九字旁一个鸟啊,这是一个勇懒的鸟,最懒惰,相关端啊,它为什么懒啊,它做啊,随便几根草就够了,随便几根小木头就够了,它很随便,所以这是一个懒惰的鸟, 它很麻烦,它还会侵占别人的这个窝,细草纠占,细草纠占,有这么句话吧,细鸟做得很好的窝呀,它就在侵占了,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很融乐,不如人家,很劈裂,这是比如不如慢,不如人家,冲出不如人家, 但是它要占人家的这个便宜,那么要占人家的便宜啊,这就是属于这个慢的,劈裂慢,很劈裂,自干劈裂,因为我这样就够了,劈裂慢 最后一个鸽,鸽子鸟就是人家养的那个白鸽子啊,那鸽子,这鸽子这个鸟啊,在胶里面也可以比做胶嘛,它是属于色胶,什么叫做色胶呢? 这个鸽子鸟啊,是个鸽鸟,它经常耗着贪欲漏,所以在鸽子鸟里面呢,就是比这个色胶,色胶,如果是慢方面呢,是总比胶慢,总比胶慢,这是众生的个性本来就有这种的轮回观念,所以把它比作胶慢的总体, 七慢,八胶,前七种可以配合于一种慢,以格子为总慢,胶就一个一个可以配合,那么有八种胶,都可以按照这个前面的比方啊,一一配合,那么总合起来这两句, adult反应,刺,脅,肪,雕,鸟,乌,熙,吸,鸟,歌,这八种鸟就比作慢识,比慢识, 法法文句用教解慢 那么其他古的也有就以 这个慢来解释这个教 就是把这个慢 当题就是慢来解释这个道理 当题就是慢的解释很有意义 那么比起这个用教解释 要转过弯 要比较容易懂得多 这是通途的解释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呀 有一部古德的著作 他把这些动物啊 就是比作人 我们这个人世间的人啊 就有跟这些动物相同的地方 跟这些动物相同的地方 例如说磁鸟 百天不出来 百天什么都看不到 晚上猜出来 晚上就看得到了 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呢 百天固然看得到了 但是他百天睡大觉 晚上出来做什么呢 穿越墙壁偷东西 那么那个小偷啊 长道啊 虎灰啊 就是属于这一对 人就有跟磁相同的 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欲戒众生啊 很可爱啊 那么坏的情况 他的恶果的情况啊 现在真的造恶因 那么现在做人的时候 他就跟磁鸟一样 直贪这个五本生意 百天不去好好工作 睡大觉 晚上啊 才去偷人家的东西 做小偷 做强盗 做土灰 这是很要不得的 比方这个世间呢 有这么一种恶人 蟭是五粒的鸟 翻过来吃他的母亲 我们这个世间 五粒的人也不少啊 翻过来杀母亲 杀父亲的都有了 这是不孝 那么世间不孝的情况啊 比这个孝 还有固执而五不及 那么世间不就有这种人吗 雕 雕这种鸟啊 似硬而大 比硬鸟还大一点 那么他很会吃鱼 据说啊 这种的雕鸟跟救鸟 都会吃鱼的 他的性啊 很刻薄 很刻薄 他到水里要吃鱼的时候啊 他会用他的脂棒 去打这个水 散这个水 把这个水一直打 打这个驴就跳起来 打他这个鱼跳起来 他这个 反应很敏捷 鱼一跳起来 他的嘴巴就去了 就把他 就把他摘下来吃了 那雕的鸟啊 有这么一种恐怕的情况 而这个世间的 刻薄的人也不少啊 很雕怪啊 很雕化的人也不少啊 他会用种种机会啊 把你煽动了 最后就把你吃下去了 世界上这种人也有啊 所以用雕 用雕 比世间的这种 尖销 雕巧 那么种种奇奇怪怪的 想尽办法 这个 来谋求利益的这种人 只求自己有利益 不怕别人吃苦 吃苦头 这种人类 就是跟这个雕 就差不多了 无有反哺之意 世界上孝子 用乎 比那些有孝的人 有慈悲心的人 那是好的了 是很聪明 那么神智 他会 靠住人来生活 而世间上 依靠人生活的 最终的 例如 劳资的方面 劳发 都要靠住资方 那么现在 也是很普遍的 我们从古以来 都有彼此 互相依靠的情况 实际上任何人 都要靠别人 不可能做到 万事不求人 既然你要求人 那就像这个喜悉 他总是要靠人的 我们大家彼此相处啊 互相帮忙 就像喜悉那个样子 这是还是算是好事 那么就是勇懒的 懒斗懈怠怠 那么贪人家的便宜 世间上懒斗懈怠怠的人 也不少啊 贪助人家的小便宜的 也有啊 所以 揪鸟 可以比这类的人 格子 摊出 就是世间的欲乐 这也是世间一般众生所普遍的了 所以有些解释啊 他说这个不比那些 人家不大了解的那些名项 来比方了 就比人好了 说这个世间的人呢 就有这类 跟这类相同的人多得很 那么就直接来解释 世间有这么一种人 不过这个 用这种说法呢 就比较少了 一般解释法法经啊 还是按照 智泽大师的正轨的方法 就是把这些动物啊 来比我们的烦恼 那么下面的鸟 就比这个慢死 五顿死的慢 下面是蛇啦 独虫之类 丸蛇浮绝 武功尤元 这两句啊 比称实 嗔恨心 把脾气 比嗔恨心 丸也是蛇 是黑色的 很短 那么很毒 如果人被他咬到了 马上 这个咬到的地方 就要斩断 手咬到了 把手斩断 那么否则的话 很快就会死亡 就没有命了 而这个丸 跟下面的符 它都是碰到人就咬 它不讲理的 符也是一种毒蛇 一种毒蛇 这种毒蛇呀 它碰到人 肚子 不讲理的 就咬人 尤其这个符 更毒了 那么咬到 如果不赶快 把这个咬到的地方 斩掉的话 那么很快就会死掉的 比如说这种毒蛇呀 并不长了 大如拇指 顶大就像 这个拇指那么大而已 它这个鼻子上面 有一个针 那个针就有毒的 碰到人就用 那个针去擦 就刺人 那么被他擦伤了 那毒灌进去 很快就 这个满身都是毒了 很快就死掉 所以这个丸 蛇 蛇大家知道的 不必解释 福 这三样毒物啊 是不讲理的 碰到人 他会咬人 这就比方 这个非理真 不讲理 称恨有三种啊 非理称 顺理称 真论称 有这三种 非理真 就是不讲理 碰到就要 要骂人 就是要骂人 他没有理好讲的 这个就是好像这个 丸蛇 扶这三种毒物 结 结虫 我们在台湾比较少见 那么这个结虫啊 你碰到它 它才会去咬人 你不碰它 它不会咬人 这个就比作这个顺理真 顺理真 合理的 你没有碰到它 它不咬你 碰到它 它就会咬你 这个比作理真 武功 武功可以知道吧 有没有看过武功啊 咬很多 白足 那么实际上 白足跟武功不一样的 武功是武功嘛 白足是白足 武功跟蛇呀 他是冤家 武功碰到蛇 蛇看到武功就怕了 是不敢动的 这个蛇 这个武功会爬到蛇背上去 往上爬 爬到这个蛇脑啊 咬它的脑去 钻刺蛇脑 很可怕 所以这个武功 是一种毒物 那么因为它会咬人啊 所以也比这个天汉心 那么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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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雕本身不是很高傲吗 它怎么会听从人类的命令呢 再高傲的动物 哪怕是雕也对抗不赢人类的 最终会被人类所驯服 被驯服后的雕 不管飞多远 最终都会飞回到主人的身边 哈哈 野兔 哎哟 它发现猎物了 这么快就将兔子抓走了 真是厉害啊 是啊 不过它要把猎物 调到哪里去啊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送给主人啊 猎雕没有主人的许可 是不能吃自己捕抓到的猎物的 自己捕抓到的猎物 却不能享用 这只雕也真是可怜 怎么搞的 抓来的又是一只野兔 闪电 我不是让你抓狐狸吗 怎么又抓回来一只野兔呢 野兔它值几个钱呢 算了吧 天色也不早了 我们就先回去吧 怎么又是野兔 我们家最近 正等着用钱呢 天天抓野兔 能卖几个钱 桑布 你不是说 闪电能抓到狐狸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抓狐狸啊 要知道 一张狐狸皮 能卖好多钱呢 可能最近这里 没有狐狸出现吧 怎么可能 猎人赖三 潜移阵子挖的陷阱 就抓住了一只大狐狸 听说 卖了好多钱呢 我看 养这么只猎雕 还不如挖陷阱呢 养它 还得让它吃喝 听到没有 明天不管怎样 都要给我抓一只狐狸 听到没有 然而第二天 烈雕闪电 抓来的还是一只野兔 这让它的主人恼羞成怒 挥起皮鞭 朝它身上不停地抽打 你这个家伙 听明白没有 我要你去抓狐狸 可你倒好 又抓回了一只野兔 你不要跑 给我回来 天啊 真不敢相信 这只雕竟然会忍受人类这般折磨 而不逃走 只要它展翅飞上天 人类根本就拿它没办法 难道人类的话就那么重要吗 你可是天空中的王者 你应该离开人类 回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你们懂什么 我是一只雕 雕是不会背叛主人的 如果你主人的所作所为 都是错误的呢 那你还忠诚于它吗 啊 狐狸 是一只狐狸 闪电 你听到没有 那里有狐狸 赶快去抓住它 然而 当猎雕闪电 飞到了狐狸所在的位置后 不由地愣住了 因为这只狐狸 它正在猎人的陷阱里 不停地哀叫 这是一只 已经落入陷阱的狐狸 怎么回事 狐狸呢 哦 天哪 这只狐狸的皮毛 真是太漂亮了 一定能卖不少钱 哎呦 还挺凶的哦 闪电 把它给我从里面抓出来 不行 这只狐狸 落入了陷阱 它已经属于别的猎人了 如果我在抓它的话 那就是偷盗 闪电 我的话你没听到吗 赶快把那只狐狸 给我抓出来 不 我不能那样做 好吧 你给我过来 你不能过去 它会打死你的 你们知道什么 我是一只忠诚的猎雕 怎么能不听主人的呼唤 你这个家伙 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 快给我把那只狐狸抓出来 听到没有 不 我是一只猎雕 猎雕 是绝不会做偷盗那种卑劣的事情 桑布认为猎雕闪电已经不再忠诚 因为他违抗了自己的命令 于是决定将它卖掉 很快 一位叫哈克的买主便找上了门 这只雕是我从小养大的 非常听话 你瞧它的利爪 可以毫不费力地抓走一只狐狸 飞上天空的英姿更是无与伦比 回来吧 桑布 你骗不了我老哈克的 我对雕的了解比你多很多呢 如果它这是一只听话的猎雕 你怎么舍得卖掉 我看这只雕应该是起了异心 没办法控制了吧 哈克大叔 我是因为急等着钱用 才忍痛割爱卖掉它的 得了吧 桑布 你瞧 闪电的翅膀 都会被你打残了 我实在想不出 如果不是它背叛你 你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 好吧 哈克大叔 既然你什么都猜到了 那为什么还要买闪电呢 难道你能让它听你的话吗 哈哈 要一旦起了异心 谁的话也不会听的 况且我买下它 并不是想让它捕捉猎物 而是有别的用处 不让它来捕猎 那你买下它做什么呀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要用你的闪电来诱补其他野雕 啊 诱补其他的野雕 没错 一只野雕的价钱非常昂贵 可是 它们生活在高山之上 飞行在白云之间 要想捕捉到它们 谈何容易 于是哈克便想了个办法 就是将一只熊雕做诱饵 用它将隐蔽在高山云层里的瓷雕吸引来 或者是激怒另一只熊雕引来争动 但是飞来的野雕根本就想不到 迎接它们的却是一个陷阱 太棒了 闪电被野雕发现了 哪里来的雕 竟然敢闯入我的领地 不要过来 危险 不要过来 你这个家伙 别想吓我 就凭你还想给我构成威胁 别做梦了 快离开这里 这里危险 这是我的地盘 要离开也得是你离开 快走开 这里危险啊 好机会 说到了 真是不错啊 商店好样的 干得漂亮 原来 你是人类的帮凶 你这个败类 叛徒 我不是叛徒 我不是叛徒 闪电终于明白 新主人哈克的意图了 经历了这件事后 他暗下决心 绝不能再帮助哈克 捕猎自己的同类了 朋友们 不要发现我 不要发现我 他真是漂亮啊 空中的那只瓷雕 此时也发现了时间的闪电 出于谨慎 他只是在其上空盘旋观察着 太棒了 是一只瓷雕 闪电 赶快引他下来啊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喂 你是谁 你需要帮助吗 闪电是多么想和这只美丽的瓷雕搭讪 但他知道 自己一旦说话 便很容易将他引到陷阱里来 于是只能装死 而对于一只野雕来说 是绝不会轻易靠近同类尸体的 因为那代表着危险 可怜的家伙 看样子他已经死掉了 你这个家伙 你是故意装死的事吧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上天 你这是疯了吗 我是一只正直的雕 宁可死去 也不会帮你祸害同类 虽然从小便被人训养 但骨子里的正直之气 却无法改变 或许 这就是雕所令人敬佩的品性吧 这就是雕所令人敬佩的品质